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 2022 年 3 月 23 號 即是東方日報除了揭露政府的醜態 令到市民明白这个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香港是多么不堪 令到很多人想推翻这个中央和特区政府 这个是他的功劳之外 也都有揭露到一些都市里面的想洗底 那些人说他是卖面粉起家的 或者颜色一样那些 无论怎样也好,既然他有材料,我们就报下吧 这里扮振送物资,有网站图中筹 他这么快就用个握字,我不知道,我再看下去 80万,80万又不是很多钱 但是如果对一个人来说就很多钱了 如果一个程式就80万,这么多个程式合起来就很多了 我们叫这些钓鱼程式 那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第五波,于是乎很多的市民都走去拿这个抗疫的物资 还有呢,一些日用品各样 所以我经常都说,如果你是认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认识他哦,那你去帮一帮他,你那些朋友仔来的 你搞定自己周围那个圈 那这个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太多的代言人了这个世界 代言人,就是王子华其实都有说过啦,你迁看广告那些而已嘛 迁看广告,跟着,哇,一个月收30公斤 哼,他说靠什么?靠切啊?每天一公斤啊?怎样搞啊? 他说那些减肥广告的确有效的 假如,假如啊,他给你钱,你减肥,有效的 哼,这个意思是什么? 讲完的了,咦,他这里就正正讲到这件事了 人心虚胁底下,东方讲的 往往就是那些瑞士雪山废啦 啊,很清的嘛,大家有看郑中基的龙禁威,你知道的 就混水摸鱼了哦 于是乎近日,有些筹款的网站呢 啊,经常啊,就在这里说啦,啊,帮助那些独居的长者啊 低收入家庭啊,啊,或者是劏房户啊 提供一些物资各样,就进行了很多的众筹 又说会买快速测试剂啊,其实他们需要这些吗? 你就算测试了,都拿不到价各样的哦 那天就有那些保安员在这里说过这件事咯 公司不承认,说要PCR才行哦 摆到明楼栏你啦,动你啦 Anyway,那想众筹80万,据清 之后你先听下去,因为据清而已 合作的机构是包括轮舍辅导会和教育中心 好了,于是乎,查证呢,这个,啊,他也有记者去查证啊 轮舍辅导会和教育中心,有没有啊 是不是陈耀辉之流啊,就是那些补习佬啊 拿了别人的钱,飞了去英国那个啊 好像说在曼城啊嘛 还要如果你想拿3%,拿回3%的钱而已 就要签那些保密议案各样 你签得的就是什么啊 就是善辱人之不是真善,恶不辱人见乃是真恶啊嘛 Anyway,有关的机构已经澄清了了 就包括轮舍辅导会和教育中心 是没有参与过,也没有授权过那个平台去做这些这样的事 所以个案呢,虽然你很不想靠他的,但是都已经交了给烧饼部队主理 那烧饼部队会做的哦,会做事的哦,你知不知为什么? 哼,他们想扭回笔了嘛,最近你知不知? 做了些电子抄牌系统,人手都省了 之余,还叫你一定走去不行 啊,跟着又做些599,哇 其实我应该叫这种税项叫做599税是不是? 那结果,哇,厉害哦 捐款的款项,我都没收过这么多钱啊,这么大个仔 是由几千元,到50万不等 合计的涉款,超过80万那么多 不是吧,谁捐50万啊? 哇,这样都行 所以就说这个世界,哇,如果可以搞这样的东西 真是不少钱啊,你不要啦,哎呀,已经有人心动动了 做人的东西不可以这样的 所以我史前看的那本《财经》雜誌,那个作者就在这里说 如果你过到心理上,即是道德上某些底线的话 不者,他经常在这里是这样说的 不者如果过到某些关位,一早已经发大达咯 那又是呀,你这样搞法,哇,几万几万一个月 啊,又或者那些人捐成几十万出来的,这么有钱都可以的 一早盘满撥满啦,打只旗仔出来的啦 但是始终,这些过不了自己的关 那时那本好像叫《每周财经》 他就在这里说 如果不者肯接受某些议案,今时今日身家几千万,绝对不成问题 喂,说十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几千万 很厉害的啦,等于现在几亿的啦 那他动之旗仔出来,就会说跟哪些哪些人合作啦 那些慈善机构各样啦,去提高自己的那个说服力啦 有很多都是这样,那所以才有五十万那些捐款而已 几千元那些而已,如果他没有咸头的 即是随便一个人走出来的,那可能就没那么厉害啦 即是都要做些事,有些是这样的嘛 所以我其实就一般的,对这些 你倒不如捐给你身边的人好过 帮下你自己身边的人好过,太多代言人法则 那些人就聪明啦,即是如果你是捐钱给污葛那些 那些呀,今时今日你还会听信那些不知什么网站跟着什么呀 不会的啦,直接捐去大使馆的嘛那些人 就原因扔个人太多啦 而且,某一点你又要承认的喔 污葛本身呢,他又有很多贪污腐败的情况出现啦 而污葛那些小姐呀,那些代人的服务呀 的而且确是有的,但是因为人家窮 但是这个就不构成俄罗斯侵略的原因的哈 你又要搞清楚 那不过,你俄佬是有钱点的 那你俄佬有钱点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就是 向一个没那么有钱的民族就说来帮你呢 叫你接受他的统治呢 有些亲俄的地带,顿巴斯地区那些呢 那又说得通的喔 富庶一点嘛 你就没那么富庶 那他来去解放你嘛 那我同意这点的喔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呀 污葛的人民你见到是完全没有夹道欢迎 而且是分裂抵抗的嘛 是没有听他的意思的嘛 那怎么都是有些因由的 如果不是一早平了进去啦 夹道欢迎啦 人家不同意 就一定是有人家的理由 这些没得强行来的 就是等于 可能这样啦 因为你丑样 等于賴虾猫想吃 他又不知道是天鹅的 事但啦 你是普京而已喔 那些人对于加入欧美世界的那个憧憬 是大过加入俄罗斯咯 就这么简单 还有应该俄罗斯国内呢 都很多不文明的举动的 所以那些人是都不肯加入 我都不明白 既然都说到乌国是这么窮 但是今时今日再加入 已经是完全无谓的 对于乌国的人民来说 为什么呀 俄佬都已经 全世界脱了欧的啦 既然是这样 就一定 是变成熊七公的 既然他变成熊七公的时候 那你乌国加进去 就是另一个熊七公 所以今时今日又真的 你没可能是同意俄佬那套的 好了 那我们又看一下东方记者 对于这个平台做了些什么 那两个机构轮社辅导会那些已经否认了有合作 那记者呢就登入那个网站 发现更新内容速度是很快的 列出多个筹款项目给你的 啊 点对点的 但是呢 就找不到一些读者讲过 某些机构和他合作 各样那些东西 显示在网站那里哦 那东方的记者就相信 可能是因为接到有关的投诉 就移除了了 哇 这么醒目 即是你今时今日错举不入了 是以前那些 就因为这个名义 跟着捐了几十万 啊 囚救期啦 就是 很神秘的哈 啊 他们去到网站那个Facebook 或者Instagram专页 你发现呢 初期成立啊 又没有相片啊 零fans啊 那都有几十万捐款 还有他怎么查证到的 是不是自己捐给自己啊 有啊 这些 即是自己捐给自己 都是给少少手续费而已嘛 给了几千元 看看钓不钓到鱼咯 那我们又来看东方说什么 轮社辅导会回复的时候就发现 有关那个募捐网站 没接获有受骗的通知 虽然有关的网站就声称啊 是 那个会筹款 购买防疫物资 还有那些服务对象 是那些独居老人 各样那些啦 那但是东方一直啊 走过去查证的时候呢 都没有回复到 即是得不到回复 由于 完全那么神秘的关系 为保障市民呢 东方就已经向烧饼部队那里报案 交由警方处理 不清楚 由头到尾 东方都没有指出那个网站 是什么网站 有些什么可信些呢 即是说 他真是有些义工团队啊 各样的 那甚至乎你都可以参加 去派送一下物资的 可以看回过程的 那那些 就会信得过多些 但是没办法 因为目前大家都知道 我都不明白 他可以怎么去接触那些基层 目前之间 你今时今日 这里又不让你去 那里又不让你去 那里又不让你去 是吧 没有这个可能 而筹备物资的时候 你可以去哪里订呢 HKTV mode 他派送那里都派不及 现在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说到这里 好的